人间四月天秦湖狂欢时 四月六日 一年一度的秦童会传亮相江苏泰州江燕 数万中外宾棚欢聚十里秦湖 供上天下第一会传的同时 领略失利风光 体会民俗文化 品味水乡情运 秦童会传是江苏泰州江燕当地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 历经数百年而不衰 每年清明节后 上千传之 上万传名自发集会在十里秦湖 有着天下会传属秦童 秦童会传假天下的美誉 当天上午十点钟左右 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水上庙会的秦童会传 正式拉开大幕 开高现场 一所所共传 特色鲜明 美轮美欢地展现了 以下河地区的人文特色 数百首高子船在万中的呐喊声中 伴着高框的罗声 阳高激浪奋力向前 我们每年都会来看秦童会传 非常的盛大 然后也是对传统的一种发扬 记者在现场看到 与赛龙舟不同的是 会传比赛用的是高子船 高子船只有称高步调一致 才能保证船体平稳快速前进 只见千周齐发 万高真流 场面十分壮观 据史料记载 秦童会传其历史渊源 最早可追溯到南宋时期 相传岳飞率领的岳家军 与精兵激战秦国后 当地百姓每到清明时节 称传祭奠正王将士 久而久之 遍演一城如今的水乡民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